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给大家分享怎样再加蒸小笼包 详细讲解保证大家都能学会 先准备温水碗里加入酵母,白糖,搅拌放开 碗盆里加入中间面粉 一边倒入酵母水,一边搅拌 这个比例是一斤面粉,三克酵母,糖两克,温水三百克 边倒水边用筷子把面粉搅成絮状 揉成大面团,小笼包的面要软一点 面团揉好后,盖住让它发酵到原来的两倍大 接下来碗中准备花椒,八角,桂皮,生姜,葱 再倒入150克温水,泡大料水备用 下来准备包子馅料 将洗净的后腿肉和五花肉 先把肉切片,切小块 再剁碎 放入盆中 分次倒入大料水 这个很关键,这样做的小笼包会更香 按同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这样蒸出来的包子肉线才会爆团 让肉把大料水充分的吸收进去 接下来生姜切碎,放入盆中 下来切多一些的葱花 一部分葱花放肉馅碗里 锅里倒入油 油热加入剩余的葱花进去炸出香味 把葱花炸至微焦的时候关火 把炸好的葱油全部倒进肉馅碗里搅拌均匀 再加入食尚虾 再加入食尚虾 生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情铺笔看着就流口水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在家也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发 添加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